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段时间一直在分享说 主是向人的心说话的 我们的主是向人的心说话的 特别是每一天当你去亲近神的时候 主应许我们说我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我们 所以真的鼓励你 每天把一段时间拿出来 养成一个习惯 每一天透过读经 透过灵修 透过祷告 亲近神 然后你会发现 主透过圣经 有时候透过诗歌 甚至于在祷告当中 祂亲自会向你的心说话 祂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 在你的生命当中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呢 怎么样来回应呢 昨天和你分享说 我好羡慕有一些人 那些人在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很深的被神使用 比如说像玛利亚 我还是说 这些人被神使用 他们身上一定有一些功课 是我们可以学的 可以学他 比如说学玛利亚的情愿 他愿意 当然你知道他的情愿是付代价的 他是一个未婚的少女 但是天使宣告说你要生一个孩子 他要面对很多的冲击 他要为这个情愿付很大的代价 但是当他想到说 他是被拣选的 他愿意 其实每一个情愿真的都付代价 但是每一个付代价也都带来 神更荣耀更大 其身的一个恩典 在玛利亚身上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可以学的 那件事情是什么 我读给你听 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玛利亚常常把发生在他身上的 许多的事情 也许那些事情是 神透过天使有话给他 神在环境当中有一些启示 你知道神向人的说话 不一定是透过一种模式 神向人说话 也可以透过很多各种不同的一些模式 神对我们的心在说话 当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 玛利亚做一个回应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他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 反复的来思想 谢谢主 有很多事他当时不懂 比如说我相信他一定不懂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 我是个未婚的女孩 我也没有亲近过任何的男人 我怎么可能生小孩呢 这些事情是他不懂的 但是他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放在心里 反复的思想 那个思想让他可以更深的来领受说 真的神正在进行一个奇妙的功课 因此我鼓励你每一天读完圣经做一件事 这也是我自己过去的一个很失败的经验 就是其实没有那么想读圣经 因为读不懂 读完了赶快就 我是被规定的 我哥哥规定我每天都要读一张圣经 我就赶快读读读读读 读完之后卡关起来 就赶快跑掉 就去看电视了 就去玩了 就去睡觉了 就去做功课了 但是如果每一天读圣经只是做功课之一 有一些功课是学校给我的功课 有一些功课是教会给我的功课 所以我只好去做 如果只是这样 你大概很难在读圣经当中 真的领受到主有什么话给我 你很难 为什么 因为它只是个功课 以至于你知道很多的时候 我圣经关起来的时候 我哥哥他会考我说 今天讲什么 不记得 今天是哪一张 我哪记得今天读的是哪一张 我只是赶快把它读完就过去了 甚至有的时候 我读完了把圣经关起来 我都还不记得今天是哪一卷书 今天是不是读立位记 早都已经到了下一卷了 可是我还以为我在读立位记 换句话说 其实是 真的是有口无心 但是我鼓励你做一件事 每一天读完圣经之后 把圣经关起来之前 做一件事情 想一想 今天主透过这一段圣经 到底给我什么话 你知道我们在写QT的笔记的时候 最后一项是说 给今天我所领受的这一段QT 这段安静的这段亲近神的时间 第一个题目 那个题目不一定是这一整章圣经在讲什么 那个题目是 今天主在对我说什么 今天主在呼召我说 去道歉 今天主在呼召我透过这个QT里面告诉我说 孩子如果你渴望我更多的用你 就要过一个圣结的生活 今天我在QT里面神提醒我说 顺服才能够真正进到祝福你 你把今天主给你的那个领受的话 用一个最简单的话标明出来 因为如果不标明出来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你过去你根本就忘了 你不要说上个礼拜讲什么 昨天的甚至可能今天读完了就都没有都不记得 常常用一个具体的一段话 记载今天主给我的话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宝贝的恩典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领受 主今天叫我去认错 主今天叫我选择饶恕 主今天让我过一个圣结的生活 主呼召我顺服就蒙福 今天主给你的是什么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